今天是给老婆大舅子 还有大舅嫂扮扮的第三天 大家好我是桃子 四百尼 大家好我是老婆你还命 昨天来拉邦给哥哥嫂子扮身份证 但是因为这边他们说是在开会还是在干嘛 就是没有上班嘛 然后说让我们今天去啊 今天我们也起的很早 早点去 早点听说是今天就能好 那我们就希望一切胜利吧 不要像昨天那样 那走了 老窝这个朗巴拉邦这个城市也是有飞机的 只不过这个机场比较小 飞机呢数量也比较少 偶尔偶尔会飞过去一定 到地方了今天来的时间比较早 现在是七点半 你们这边几点上班 八点那还有半个小时 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你们说一下来来来来 马匹马匹啊过来过来给你说一下啊 这样就是 嗯 等一下办的时候给问一下 人家是不是有普通的还有家籍的 我们要办快的 啊就是说 最快的哪一个最快 说加点钱什么的都可以 就是我们要时间要最快的 现在已经到八点钟了 那个嫂子阿哥他们已经进去了 已经开始在办了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住的一个地方了 下午三点钟才能好 因为我们办完时是个十点钟左右吧 现在还有好几个小时 我们回来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下午两点钟左右了 我们直接过去拿吧 来说一下 他们这个今天办的挺顺利的 最起码当天能出来啊 之前想的可能给个两天或者三天 结果很顺利当天能出来 然后听说是 啊办的家籍的 就是找那边的那个 戴帽子那个叔叔啊 给他就吃 让他们帮忙办的对不对 嗯 多多多多下来吃多少钱 一百一 不要说一百一几个人一百一 四个人 四个人一百一哈 嗯 一个人就是 二十五 二十五万二十七万 一百多一点 那也不贵 感觉差不多 就是你正常办一个身份证的话 应该也要一百多块钱嘛 因为我也忘了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实距离 现在可能有二十年 哎 没二十年 十几年了已经 嗯 还行 挺胜利的 行 那我们现在在这休息一下 等一下那个我们再和那个按照点 踩着点去 弄了要抓紧要回去了 今天你三点好 回去下午就五六点了 对呀 我们这里五六点 中国六七点了 时间很紧的也 现在都在我这个房子在空调 好 我这房子有空调 他们房子没空调 在座也毁掉一下 又在吃啥 芒果 又买的芒果 你们这么喜欢吃 吃芒果这种酸酸的这种东西吗 天热嘛 天热 天热和吃这个有关系吗 天热又想吃酸的这个 说的是下午三点钟好 结果等到了快五点钟了 四点四十六分了 我们现在就是拿好身份证 准备那个回 回家里了 哎呀 等回去可能就快八点了 啊 今天的视频过去可能回去 哎呀 都不知道 能不能来得及发 如果来得及发 就早点发 来不及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天才能发了 先这样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家里见 现在已经马上 六点四十了 国内里已经快七点四十了 我们居家里可能还得 将近一个小时吧 现在在路边看到有卖那个卖橘子的 过来买点橘子 好了吧 买完了吧 买完了 那走吧 叫哥哥走吧 车坏了 啥 车坏了 车又坏了 嗯 哪里坏了 那那个就是倒那个像那个摩托车一样 那个叫啥 挂档的 嗯 你问一下哥哥哪里坏了 就是那个那个山 那里坏了 这里坏了 那里坏了 这里不靠 昨天到家 是已经太晚了 8点多钟了 所以视频就没来得及发了 也有很多朋友就在关心 在问我们说哥跟嫂子身份证办好了没有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